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北京的清朝太庙中 供奉着一位神秘的人物 牌位上写的是清赵祖元皇帝 他的名字叫蒙哥铁墨尔 他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 那既然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 按时间推算的话 那他应该是元末明初的人物 可奇怪的是 对这样的人物在名史中 却没有任何的记载 只是在太庙中有他的牌位 他是被供奉的清朝皇帝中 排在第一位的皇帝 那他又何德何能占据这个位置 难道仅仅是因为年龄大吗 显然不是 从其他的史书我们了解到 蒙哥铁墨尔是对满族 做出了重大贡献的 那么他的贡献 为什么在名史中只字未提呢 在清人所修的名史中 不仅没有提到这个蒙哥铁墨尔 甚至于他生活的年代 发生的事件也没有提 不仅是没有提他所在的那个年代 而且是从那个年代开始 一直到16世纪的中叶 在这差不多200多年 300年的历史中 剑州女真的历史 被涂抹成了一片空白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段时间难道不是 剑州女真发展最迅猛的时期 也是这个民族历史上 一个重要的时期 为什么名史对此只字不提呢 抹去或者删改其他民族的历史 这对于名史的编撰者来说 并不是一件什么稀奇的事情 但为什么竟将自己本民族的 两三百年的发展史全部抹去呢 明史的编撰者到底想隐瞒什么 他不想让我们知道什么 在雍正皇帝的大义绝密录中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 他曾经有过这样一番论述 大概意思就是说呢 像唐朝宋朝得位都不正 他们都是欺负前朝人孤儿寡母 而明朝呢 明朝得位总该是很正了吧 但雍正也不这么认为 雍正说 以刚常论计言之 岂能逃篡妾之罪 雍正说 明本来就是原的臣民 却以下犯上抢夺天下 这不是犯了篡夺之罪 而关于他们自己的大清呢 他认为得位是罪证的 赶出明之主人者 留贼李自成也 我朝驱逐流寇 应天顺人而得天下 是乃普至强盗 明法斥法之天利也 按照雍正的话说就是说 清朝并不是从明朝手里 得到天下的 而是得自于反贼李自成 是李自成以下犯上 抢夺了大明的江山 而清朝是顺天意民意夺得天下的 说到这儿可能大家都乐了 这简直是不合逻辑 既然清朝是来打强盗 那打跑了强盗李自成 那应该把这个家还给以前的主人 明朝崇祯帝完了以后 还有南明那都是诸家的子孙 清朝为什么不把天下还给南明的皇帝 说起来也巧得很 明史关于南明四帝一坚国 这段历史的记载也是一笔带过 只是把南明政权当做了一个明朝的藩王 那意思也就是说南明不能代表明朝 盗贼赶跑了 家里头也没人了 所以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 其实啊 清朝的统治者之所以不惜抹去 本民族两三百年的发展史 也要试图掩盖的事实 就是他们的祖先建州女真 曾经不仅仅是明朝的附庸 还是朝鲜的附庸 想掩盖自己曾经为奴为臣的历史 给大家造成一个错觉 好像后今一直就是与明帝国并列的一个政权 公元1616年 努尔哈赤颁布了七大恨 列属了明朝曾经对他和他的族人犯下的种种罪行 此时的努尔哈赤可能选择性的遗忘了 在他们这个族群处于最威王之际 明帝国曾经给过他们的帮助 那是一个明朝版的农夫和蛇的故事 也难怪清朝的统治者不希望别人更多的了解 这段时间呢 我们一直在聊明末的历史 谈明朝末年的历史 不能跳开的一个角色 就是后今 或者说是以后的清朝 其实这时候再纠结于清朝得位正不正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不过呢 我还是希望跟大家一起聊聊后今的历史 建州女真的这段被隐藏的黑历史 了解了这段历史 大家就会对一些流行的说法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比如有人说东北是满清人给中国带来的嫁妆 没有他们 东北不可能是中国的 有人说明朝三百年 不和亲不纳共 不称臣不割地 天子守国门 君子死设计 别的咱们展且不说 明朝真的从来没有割地过 带着这些问题 让我们把时光拉回到公元十三世纪后期 元末明初的时候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蒙哥铁木尔跟随着他的父亲 带领着部众们一起迁徙到了屠门江的下游 卧幕河附近 这里呢是现在的北朝鲜惠宁地区 他们就在那里安顿了下来 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又是属于哪个民族呢 这一点呢是有争议的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这怎么会有争议呢 努尔哈赤的部族被称作建州女真 他建立的第一个政权叫后金 所以他们这个部族一定是属于女真族 这不应该有什么争议 其实呢并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是女真族不认为 他们与自己是属于同一个民族 这里的女真族指的是狭义的女真族 就是建立过金朝的那个女真族 在当时的女真人眼里 他们就是狐狸改人 并不是女真人 当时的很多文献 在提到这两个民族的时候 也通常是分别列出的 并没有当做同一民族 在女真人的史料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女真人认为是不可以与狐狸改人通婚的 认为与狐狸改人通婚就跟与狗制通婚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当时的女真人是非常的蔑视狐狸改人的 不光是金朝女真人不认同 就连他们自己到后来也不承认自己是女真人 黄太极继位以后曾颁布了一道诏书 是这样说的 我国原有满洲 哈达 乌拉 挥发等名 向着无知之人 往往称为助身 夫助身之号 乃习北超莫尔根之意 始于我国无赦 我国建号满洲 统续绵远 相传一史 自今以后 一切人等 只称我满洲原名 不得扔钱旺称 所以啊 黄太极在这里说的很清楚 我们并不是女真人 以前那是妄称 以后都必须称我们为满族人 这里提到的助身说的就是女真的意思 那以前称他们为女真人 怎么没见到有人提出反对啊 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 努尔哈赤以及以前的时期 那时候的女真族在游牧民族中的名声很大 毕竟女真人曾经建立了金朝 入主了中原 而且很多的游牧民族又有为自己的部落 挂一个大名的习惯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自称为女真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想到将来会入主中原 他不过是想统一女真各部 得到明朝政府的承认 所以后金对于他来说是最适合的名称 毕竟金人在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中 享有很高的威望 而到了皇太极时期 入主中原已经成了他们的既定目标 所以这时候的眼光就要放得长远一点 金朝的这个招牌不好使了 毕竟金人当年入主中原的时候 对汉人的屠杀和靖康之尺时 对北宋皇室的羞辱 极大的刺痛了当时的汉人 这种影响在了几百年以后仍然存在 所以汉人对金人有着很强的戒备心理 如果这时候满清贵族再继续借用金人的这个招牌的话 那恐怕会招来汉人更强烈的抵抗 所以这时候就不能再称金人了 改称为满族 他们的政权也不能再叫后金了 就改称为大清 关于大清这名称呢 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有说它是来自于蒙古 还有说它是因为按照中国的武德之论 明朝是火德 据说明朝有三把火 火德 诸姓王朝和大明的名字 所以满族人就用了清这个字 有三点水 三点水正好灭这三把火 当然了 这到底是暗和还是巧和 这个就很难说了 女真这个民族呢 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居于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 在先秦的古籍中 它的名字叫肃慎 后来又曾经叫一楼 莫吉 以及莫河 大家比较熟悉的黑水莫河和肃莫河 到了唐朝以后被称为女真 实际上女真是肃慎的戊毒 那女真族为什么曾经有过这么多的名称呢 其实啊 女真族也是一个部落联盟 部落中哪个部落的拳头硬 最后整个部族就随她的名称 剑州女真这个族群呢 主要是来自于狐狸改人 狐狸改人有人说 他们是来自于西伯利亚的通古斯人 是因为在和当地的部族争夺资源的时候失败 被迫难迁 到了现在的这个地方 可通古斯人其实并不是一个族群的名称 确切的说通古斯人应该被称作讲通古斯语的那些人 就好比是说现在很多的国家都讲英语 但他们并不是英国人 剑州女真人的语言是阿尔泰语系的通古斯语之 这和金朝女真人的语言是一样的 但二者的文字却有很大的不同 剑州女真后来创建的满族文字 更多的是以蒙古文为基础 形状上就像一个个个的蝌蚪 而金朝女真创立的女真文字 则是以汉字的偏旁为基础创建的 所以二者的文字是完全不同的 不光是文字不同 二者的习俗也有很大的不同 女真人吃狗肉 满族人不吃狗肉 女真人的发型是两条辫子分别垂在耳旁 而满族人的发型大家都知道 那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发型 金钱鼠尾变 据说这是因为满族人相信 在战场上牺牲的将士 会随着他们的鼠尾变回到他们的故土 很有可能 今代的女真人与建州女真 她们是同源但不同族 二者都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通古斯语族 在历史上也许算是远亲的关系 但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所以努尔哈士家族也绝对不可能是金朝皇室的后裔 而且大家想金朝那时候已经进入了封建制阶段 而同时期的建州女真还处于奴隶制的阶段 二者文化差异上非常巨大 如果说建州女真是当年金朝女真的后裔 是当年蒙古人灭了金朝以后逃出的一部分金人建立的政权 那么在文化上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 而且是大踏步的后退 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所以很有可能建州女真虽然也可以被称为女真 但它是一种广义上的女真 而并不是代表着侠义上的金朝的女真 据朝鲜的史书《李朝十路》记载 蒙哥铁木尔进驻沃木河以后 就马上向当时的李氏朝鲜效忠 成为了李氏朝鲜的附庸 当时李氏朝鲜的国王是他们的开国之君李承贵 李承贵大概是觉得反正惠宁这个地方我也没有时间打理 你帮我管着也挺好 而且听说你们都很能打 只要当我要砍人的时候叫你们你们能来就行了 蒙哥铁木尔觉得这没问题 砍人那是我的专场 李承贵这么大方恐怕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这块土地其实也算是白来的 在汉唐时期 中国与当时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朝的边界分界线 是在大同江一线 就是现在的南韩境内 后来到了金辽元这三个时期 分界线一直是不断的向北移 一直北移到了咸镜道和江源道的交界的地方 这条分界线也是在现在的平壤以南 基本上大部分现在的北朝鲜的领土 那时候都属于中国 大家别误会 我在这里并不是在讲什么自古以来 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这段历史 并没有意思要提出什么主权要求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 元朝的统治者已经没有力量顾及朝鲜半岛这一块 这时候的高丽王朝就开始北侵 希望向北扩大领土范围 再后来朱元璋建立明朝 就向当时的高丽王朝的国王说 要按以前元朝的时候的界线来分界 就是以铁领位为界 以北归明朝 以南归高丽 这个铁领位大概是处在现在北朝鲜领土的南端 如果按照这个划分的话 那么北朝鲜的大部分领土 那时候都是在中国中央政权的统治范畴内 高丽国王肯定对此事不同意的 他们毕竟费了很多的气力北侵 也实际控制了一些领土 现在明朝说拿走就要拿走 那怎么行 所以高丽国王就派遣手下的大将军李承贵 出兵征讨明朝 结果李承贵上演了朝鲜版的陈桥兵殿 回兵灭了高丽王朝 后来自己建立了李氏朝鲜 虽然李氏朝鲜建立以后 马上向大明朝称臣 但他仍然对大明朝提出了领土要求 明朝那时候顾及到与北元的作战 对于辽东感觉还是有点边长莫及 所以就被迫将铁岭位北设 于是经过两次北设以后 就迁到了现在的中国辽宁省铁岭市 现在的铁岭市距离当时的铁岭位有500里 虽然这时候朝鲜半岛的东北部 已经成了李氏朝鲜的实际控制区域 但是毕竟并没有一个正式的文件签署 这块土地还不能算是李氏朝鲜的 后来到了明成祖时期 李氏朝鲜反复向明成祖朱立申请 提出正式接管这片土地 明成祖朱立竟然轻率的答应 他说朝鲜之地 一镇度内镇和征阴 精准齐情 就这样 这块土地算是正式归属给了李氏朝鲜 李氏朝鲜并不满足 继续北阔一直到了图门江 中国的吉林省换在以前呢 是有自己的出海口的 就是现在北朝鲜的清京市的清京港 但是现在呢 吉林省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内陆省份 所以说这一大片土地最终属于朝鲜 是经过朱元璋时期的操作和明成祖朱立的确认的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明朝不割让土地的这种说法 显然是不准确的 其实不光是这片土地 现在南韩的冀州岛以前也是属于元朝的 后来被明朝接管 但显然明朝并不在乎这个地方 在高丽王朝的反复要求之下 就将这个岛送给了高丽王 当时这个岛的名称叫丹罗 它最早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 臣服于元朝 在朝鲜的史书中 将明成祖朱立确认割让这片土地的行为 称作太宗赠土 太宗就是明成祖朱立 朝鲜也从此对明朝是感恩戴德誓死效忠 但效忠是一回事 对土地的要求也从未间断 中国的中原政权为了两国关系的考虑 而割让土地的这样的行为 似乎到了现代也并未终止 到了永乐九年的时候 蒙哥铁墨尔也到了奉州 并被永乐皇帝封为了建州左卫的指挥室 再后来李承贵被他孝顺的儿子赶下了台去做和尚 当李氏朝鲜的王位传到第三代的时候 第三代的国王决定收服西部弃土 这样的话就与住在当地的狐狸改人产生了冲突 而此时中国的中原王朝已经进入了永乐时期 狐狸改人的一只在阿哈初的带领下移居到了奉州地区 奉州地区就是现在中国吉林省的公主领事 永乐二年明成祖设立建州卫 开始招募女真驻部 明朝是李氏朝鲜的宗主国 那时候的狐狸改人还是李氏朝鲜的富裕 能够投靠大哥的大哥 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所以很多的狐狸改部落就纷纷移居到了奉州 到了永乐九年的时候 蒙哥铁布尔的部落也移居到了奉州 蒙哥铁木尔被明成祖朱立封为建州左卫的指挥使 从此开始了对明朝的效忠 从那以后建州女真就有两个大哥 一个是明朝 一个是李氏朝鲜 再后来不知什么原因 蒙哥铁木尔申请回到他们的沃木河的原住地 当时的明朝皇帝也就同意了 没想到蒙哥铁木尔的这个决定 为他的部族带来了灾难 几年以后 当地的野人女真 袭击了蒙哥铁木尔的住地 蒙哥铁木尔和他的长子被杀 在他们这个族群走投无路的时候 明朝向他们伸出了援手 当时正处在明朝的正统年间 当时的明朝皇帝朱祁镇 允许他们的部族迁入中国境内的苏子河一带 苏子河就在当时的辽东境内 这可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后来努尔哈赤建都的赫图阿拉就在苏子河畔 此时的明朝扮演的就是农夫的角色 当然了明朝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他还是通过控制建州女真部来抑制李氏朝鲜的扩张 但实际效果确实是挽救了建州女真 在明朝治下的建州女真部 在当时享受的是超国民的待遇 他们拥有最肥沃的土地 所交的赋税非常之低 据北韩李朝时录记载 女真人所交的赋税比汉人要少得多 所耕随多 一年纳税只拟三斗 建州女真从此就在这块地方繁衍生息了下去 由此我们也能够看出这块土地本来并不属于满洲人 是当时的明朝政府免费借给他们不足居住的 满洲人不过是纠战雀朝 所以也就不能说东北是满洲人带给中国的嫁妆 因为这块土地包括东北全境 以前并不属于满洲人 而且清兵入关以后 为了保护他们所谓的龙兴之地 将东北与中国的内陆隔绝开来 内地的汉人不得迁入东北地区 这样最终造成东北人烟稀少 除了当地的一些土著部落以外 已经变成了一片荒芜之地 而这种局面也是俄罗斯人能够轻易的长驱直入的原因 因为当地并没有什么中国人 也没有什么中原文化的归属感 后来一直到了闯关东时期 因为黄河绝口 大量的汉人涌入了关内 随着汉人人口的增加 东北才没有被俄国人进一步的惊吞 所以东北地区从来不是满族人带来的什么价格 而且东北还差点放在满族人的手里 一直到了万历年间 建州女镇又有一位强人逐渐的崛起 她的名字叫努尔哈赤 当时明朝对辽东的战略是扶弱易强 而那时候的努尔哈赤恰恰是属于弱的一方 所以他就这样得到了辽东总命李成良的大力扶持 李成良相信他绝对可以把控努尔哈赤 他也希望努尔哈赤能成为明朝在辽东战略的一只白手套 通过他来控制女珍珠布 但很明显这只是李成良一厢情愿的想法 李成良在世的时候 努尔哈赤不敢妄动 但李成良仅仅过世几个月 努尔哈赤就喊出了七大汉 那只百年前被农夫救活的蛇 已经转世而来 农夫和蛇的故事 我记得是出自于伊索预言 在我们中国呢 有一个和他非常类似的故事 叫东郭仙上和狼 东郭仙上也好 农夫也好 他们都因为善良而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但不管是中国的语言还是外国的语言 都没有告诉我们不要善良 都没有希望农夫变成蛇 农郭仙上变成狼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人类的社会将会变成何种模样 善良应该永远是人类的第一美德 在论语中曾经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高兴的对孔子说 说我所在的村里 村民们上上下下都说我好 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好人呢 孔子的回答却是 相怨得之贼也 相怨指的是那些老好人 他们不分原则处处讨好 自然赢得了上下人的喜欢 孔子认为这样的人反而败坏了德行 孔子认为这个世界自然是以人理为先的 但人的前提是善恶分明 那个人又问孔子 那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好人呢 孔子说村里的君子认为他是个好人 村里的恶人认为他是恶人 这样的人才算是好人 所以这两则预言故事并没有告诉我们不要善良 他只是提醒我们善良要对对的人 忍让要为直的事 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在 这世上总有一些人对得到的恩惠五感 对失去的则是异常敏锐 对于这样的人 当你要施予善良的时候 千万要记住 你不但要拥有一个菩萨般的柔软心肠 还要有金刚强魔的雷霆手段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ck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